另外一場救援行動是針對動物 泰國的一對大象母子走在國家公園 小象不小心跌進了排水槽 沒有想到母象被救難人員麻醉之後 竟然也跟著跌了進去 而且把洞口完全卡住 救難人員開來吊車 把母象吊起來 還用自己全身的力量幫他做CPR 幸好最後母子均安 試圖爬出排水槽的小象 重重跌回洞中發出愛好 一旁的救援人員 則忙著對撞到頭的象媽媽施行CPR 兩名壯漢乾脆爬上大象壯瘦的驅幹 事件按壓 這場罕見的救援行動 發生在泰國中部納工納玉府的國家公園 當時正下著大雨 一歲大的小象不小心跌入一處排水槽 象媽媽守在一旁急得快發狂 一位居民路過發現後 立刻通報有關單位 救難專家發現 要救小象得讓母象安靜下來 於是對母象施打了三劑震驚劑 沒想到母象頭昏之後 不偏不已跌落排水槽 整個身體卡在水槽上方 救難人員只好找來起重機 先把母象吊起 接著對頭部撞傷的母象施行急救 同時一邊用機具 將排水槽洞口的邊緣推平 讓小象自行爬出 小象脫困後 立刻跑到媽媽身邊找奶喝 這時救難人員在滂沱大雨中 仍在奮力搶救母象 希望她趕快醒來 不久母象果然奇蹟似的有了動靜 直接站了起來 這一刻讓救難人員好感動 他們站得遠遠的 目送這對大象母子返回森林 救難人員表示 這場戲劇化的救援行動 前後折騰了三個多小時 也讓他們眾生難忘 公視新聞則會名便宜 仔細心 祝福 電視 零 零